众所周知,刘邦出生于一个贫寒家庭,而且年少时不学无术,混迹于世,因此常被他的父亲刘太公责骂,但叛逆的刘邦却始终没有改正,四十岁的时候才在沛县混到似水亭长,刘太公对他颇为无奈,但管教无效,只能由他去了。 不过刘邦喜欢交朋友,这些人后来也助他谋划大业,而刘邦还没有成就时,有次最倒时,身边就出现了龙,而吕宫也说他是大富大贵之人,还把女儿吕制驾给他,刘邦善于笼络人心,攻入咸阳后,秦朝灭亡。 刘邦废掉了秦朝的严苛的刑罚,下令军队不得扰民,因此得到秦人的拥护,之后项羽封他为汉王,而项羽入咸阳的做法却和刘邦大相征庭,纵容手下抢掠,而此时刘邦在项羽面前,还是一败再败。 不过,他之人善用,又注重联合其他的势力抗击项羽,终于打败了项羽,建立西汉,成就大业,刘邦登基,成为万人之上的皇帝,掌握着一国最大的权力。 刘备族人也因此飞黄腾达,成为皇亲国妻,而刘邦的父亲刘太公,也被接入宫中,成为尊贵之人。 虽然刘邦贵为天子,以前也少不了爱父亲的教训,但他是个孝子,每五天就去问候一次父亲,之间的礼仪并没有因为他是皇上而改变。 不过后来刘太公身边的随从就指出,虽然你是皇上的父亲,但无论谁见到皇上都要下跪朝拜,要不然会影响到皇上的威严。 刘太公听完后大惊,所以下次刘邦去见他的时候,他早早在门口等待,看到刘邦连忙拜见,刘邦看到自己父亲给自己行礼也吓了一跳,觉得父亲给儿子行礼也太荒腾了。 于是就想出了一个办法,遵刘太公为太上皇,在地位上必皇帝要尊贵,只是没有处理朝政的权利。 这就解决了,以后刘太公见到刘邦不需要行礼,反而刘邦要向刘太公问安。 而这个办法,后人也沿用了下去,因此历代基本都出现了太上皇,有些皇帝不想到了,还会自动蝉胃给儿子,自己当起了太上皇,有些则是被儿子逼位,不得已当上太上皇的。 感谢》